英国BBC给芳芳颁奖 这种精挑细选呢 体现了英国传统的 脚屎棍心态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每年呢BBC都要搞一些评讲 比如说摆明杰出的女性 一直是平来平去的 平了不少人出来了嘛 中国这边像杨子琼这样的演员也都上过榜 2020年 这个新的名单一出来 中国老百姓一看 这次BBC给中国选了什么人 进入摆明杰出女性呢 两个人 一个是方芳 一个是周庭 相对来讲 可能方芳在大陆的媒体上 引起的争议会更多一些 这边写武汉日记的作家 她的文章 她的内容 引起的这种争吵 引起的很多老百姓的这种鄙视 确确实实是以前很少有 那么为什么以她作为典范 作为杰出女性代表呢 实际上包括疫情期间 中国所出现的杰出女性还少吗 我们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在前线奋斗着 最典型的杰出女性 陈薇院士 作为一个中国疫苗的研究先锋 这样的女性难道不杰出吗 而BBC会看上陈薇这样的院士 去列入名单里面 根本不会 BBC一定会把这种争议比较大的 尤其是对中国的整体价值观构成很大冲击的人 列入名单 方方就是这样的人 方方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在她写武汉日记的过程中 利用了很多的谣言 而这种谣言一旦被老百姓识破之后 方方甚至都拒绝认错 并且把这声令吵得越来越大 这样的人曾产生的社会割裂效应 这是英国BBC所想要 而跟方方的问题相比 BBC看上了另一位周庭 那么英国人的政治目的就显得更明显了 周庭是香港骚乱期间 作为废青 我们说叫黄狮也好 作为蝗虫也好 这群人的一个代表 周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捍卫国家和家庭利益的一个英雄形象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 这不过就是一个叛国人员 一个骚乱分子 一个鼓动年轻人上街打砸抢的背后的一个黑手 这样的人也被BBC捧上台 说明什么 英国人要的就是让中国产生一些个观念上的分裂 不能让中国顺顺利利的发展下去 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之后 英国人也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玩政治把戏 绝对不能让香港这个东方明珠顺利发展起来 因为一旦顺利发展起来 那么中国的制度如果不得成功 西方制度的面子又狠 所以英国人是习惯按照以前的套路 在这些问题上玩政治把戏 我们都知道英国有个外号 脚屎棍 历史上印巴问题也好 中东问题也好 很多地方都是英国人走了之后 留下了一堆的政治陷阱 香港问题上 英国人也想这么玩 在疫情问题上 英国也是挑动各种事情的一个领头羊 不仅仅英国如此 欧洲很多老牌国家都是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以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和意识的优越感 给这些国家一种凌驾于他人的傲气 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觉得自己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好的 自己的种植制度是最好的 尤其是昂克罗萨克森人的那种骄傲 认为其他种族都要低人一等 亚洲人低人一等 非洲人低人一等 只有他们才是世界上最高等的人类 其实纳粹这么做过 英国人又比纳粹好到哪去 可是非常遗憾 如果这种傲气 在一九三几年四几年 也许在中国还有点失差 但是到了今天 昂克罗萨克森人的傲气 在中国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看得上了 我不知道这帮欧洲人还有什么可傲的 在美国疫情控制怎么样 死亡数量如何 在英国 英国日不落帝国是不是已经落了 英国曾经引以为豪的 打遍世界的海军 现在还胜上 造了六艘虚逐舰 一起攀窝 最后英国人看着中国的护卫舰 说了句什么话 英国人也有好船 挂着风帆那艘就是了 胜利好风帆战列舰 英国人摆出来当博物馆用的 所以一个衰落的帝国 一个衰落的欧洲 还想用这种盛起临人的态度对待中国 而且面对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奇迹和科技奇迹的中国 你让中国人怎么去服气 其实软实力真的靠硬实力 施加这种文化影响也一定是成功的国家 向不成功的国家训行施加 那么在相比之下 英国欧洲有多少国家 目前还敢在中国面前宣称是成功国家 想当年有一段时间 很多老百姓会抱着收音机去听美国之音 我们现在看一看美国之音还有多人要听 疫情之后 包括美国在内 不管是CNN也好 还是纽约时报也好 为中国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当然有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特朗普 但毕竟他们说了一些中国的成就 让世界看得更清楚一些 而BBC在这个时候 偏偏要调出周庭和方方这样的人进行宣传 感动的是什么人 如果你想在中国做价值观输出的话 至少出出的话来 得让中国老百姓爱听吧 BBC这种做法 傲气归傲气 但是不聪明 因为他让自己在中国的路是越走越窄 好 关于方方也好 周庭也好 还有脚屎棍英国的BBC也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为止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明天再说